老人之家有一场特别的音乐会 胡锡村长新天哲带领社区的志工 来到了老人之家为长辈带来一场音乐课程 志工们运用手摇铃、怀旧歌曲配合精彩的带动唱 长辈们跟着悄悄打打,快乐全写在脸上 这一次由村长新天哲邀结了社区的志工 为长辈带来精彩演出 在活动当中融合了怀旧歌曲以及音乐治疗 配合施济鸿、基隆三支恋、外婆澎湖湾等等 以轻快歌曲带领长辈律动肢体 搭配喜气的手摇铃以及肢体动作 为澎湖的长辈带来愉快的气氛 我们在村长有带我们的志工 今天要来这表演进行 在中台课大家 还有南鹏课大家 欧洲的江湖 所谓的音乐照顾音乐 村方漫漫就很爱唱歌的 这就是一种 让心情更好的风采 那当然他们有带老师欲过 他们比较专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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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欢迎 今天你看到你们 很感动 因为我们今天来这就是做一项事情 我常常说 我们最近的 一人一口 我们大人的 我们平一口 我们就是一个老虎老 以及人知老 最新鲜 最新鲜的 最新鲜的感动 就是我们这志工 他刚才说的 主持人说的 老师来带我们家 他们感觉这个外人 真有意义 所以我们这志工就拿他 他说 船长 那是不是 我们带我们 找一天的 来老人之家 我们来看这些老人 带我们的 这音乐招呼 这种用音乐 跟客气 跟老瓜 跟这些老人 大家来分享 大家照着这个外人 也能帮助你们 圆滑你们的 私自私人 和促进你们的 一些健康活动 村长欣天哲也表示 湖西社区志工 运用音乐辅寮 为机构 以及社区长辈 带来精彩表演 这一次特别来到 老人之家 与长辈互动 让长辈享受音乐的同时 也能活动肢体 也准备了美味的榨棗 以及消暑的西瓜 来提供给长辈食用 让长辈同时享受 听觉 触觉 味觉的多重响咽 体情 听觉 影响咽 However, Hmm, 你们现在 应该是 飞 切 飞 飞 飞 主任专华周也表示 彭老有许多的长辈是来自虎西乡各个村落 看到村长和社区的志工来到这里慰问 倍感亲切 也衷心谢谢村长的新天哲 以及社区的志工们为长辈带来精彩演出 与长辈共度悠闲美好的时光 记者王海龙报道